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 我们要观察一下 在这十年中 我们经济研究 金融研究方面 以及政策制定方面 在哪些方面有所推进 还有哪些呢 还有在进一步的研究 纠正经济和金融市场系统中 过度的正反馈特性 引入更多的引入 负反馈环节 作为金融系统稳定的 一个重要的措施 被取得共识 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的 对新金融的要求 竞争市场 推动金融市场 健康发展 并由此 我觉得也很重要 为进一步的金融系统开放 打好基础 全面的开放 因为你只有市场稳健 你才能全面的 包括资本账 包括人物以后推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